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讲一讲这个大事说到底发生了什么 大家如果要是一直有刷手机的话就知道这件事是跟川普总统有关系 周一下午的时候川普呢在他的社交媒体网站Truth Social上面发表了一篇声明 那声明呢一开始就说说他在佛州的海湖庄园 正在被一群FBI联邦调查局的特工突袭和占领 说白了他就是抄家嘛 他只不过就是英文用词好听一点 中文说明白一点就是抄家 那这个抄家的时间呢发生在礼拜一的早上 那最开始呢是川普的儿子他接到电话接到通知 他在Fox News上面啊福克斯新闻上面他接受采访之后 他就说他说来抄家的这个FBI的特工人数超过了有30人 他们来呢完全没有任何的预先通知 没跟你打个招呼说我来到底是来干嘛来了 突然一堆警车一堆特工就是来了完全的突然袭击 那这些FBI的警员呢他们是从大门闯进去 然后就开始洗劫川普的办公室还有所有的柜子 他们连保险箱都撬开了 但是保险箱里面其实就是什么都没有 当时这个突袭发生的时候呢 川普本人在纽约 那大家看一下屏幕上这张照片啊 是川普要从纽约出发回佛州之前 他跟围观的人群呢竖起了大拇指 那么当川普的声明发出来之后呢 他的这些支持者们就快速的聚集到了佛州海湖庄园外面来支持他 你看这旗多大呀 你跟下面那个车一比 这旗的比例是超大无比的呀 那这一次呢来抄家的是FBI FBI我们经常在电影里面看到是美国联邦调查局 美国联邦调查局 然后他们里面的人都属于算是特工吗 那FBI到底为什么存在 这个组织到底是干什么的 他们为什么能这次接到这样的任务 跑到川普家里面去抄家呢 首先我在讲FBI之前我想要先强调一点 就是说像抄家这种东西 RAID的这个东西的话 你一定是要法官通过的才可以 那所以说这一次的这个川普抄家行动 一定是经过了联邦的法官 然后应该是有经过总统来去做这件事情的 哦所以他们如果不批准的话 FBI是不能够这样行动 对因为你要一定要有个search warrant 你才可以去做这种就搜查令 对对对 那FBI是在1908年的时候建成的 目的是要来打击州以外的犯罪 掌管就是美国国内50个州的跨国犯罪集团的管辖权 是行政院Department of Justice 美国司法部的一部分 也就是说这个部门是只属于美国总统的 因为各州都有执法机构跟自己的民兵组织 所以说从1908年到1920年左右 这个部门的权力是非常非常小的 基本上是没什么事做的 因为什么事情都在州内就可以解决 就在1929年的时候呢 美国进入了一个非常可怕的时期 历史上叫这个时期叫做大萧条 人民没有钱了没有吃的就开始暴动犯罪 甚至当时出现了一堆人 他们被当时的民众说成是义贼 解父济贫啊各方面的 就是做好事的贼嘛 就说我抢劫 不是为了我自己 我是为了他们 但是其实这些人呢 没有给穷人什么钱 全部都只是想要抢银行的犯罪 像说鼎鼎大名的Public Enemy 全民公敌John Dillinger 还有鸳鸯大道Bonnie & Clyde 还有这个意大利黑手党Al Capone Babyface Nelson 还有Machine Gun Kelly 全部都是这个时候出来的 那当时FBI的总长Edgar Hoover 跟当时的美国总统Herbert Hoover 一起合作 他们两个不是兄弟 只是有同样的姓而已 一起大幅的扩大FBI的权力 来打击这些跨州的抢银行的罪犯 就这个样子 他们从一开始的调查局 变成了一个全美国的武装组织 一个国家警察 他们的权限超过了所有州的警察 他们变成了一个为所欲为 总统政权的直接打手 美国打击恐怖分子 捕抓跨州的贩毒集团 以及跨州的帮派组织 全部都是FBI的权限 而且权限碾压各州的执法机构 但是他们多出来的一个新的职责 就是要猎捕国内恐怖组织 上星期他们流出的这个国内恐怖民兵的logo 里面包括 Malabo的旗帜 就是当时德州反进枪的旗帜 还有Gaston Flag 就是有一条蛇上面写着不要来踩我 不然我就会咬回去的意思 不止这个样子 还包括Tree of Liberty 上面写着自由之树 是由爱国者以及独裁者的鲜血浇灌的 这是美国第三任总统Thomas Jefferson写的 还有一个Betsy Ross Flag 就是美国的第一个国旗 有13个星星围成一圈 13条这个红白条 代表着当时13个州 这些被FBI称为是国内恐怖组织的象征 全部都是美国的历史 美国爱国者创造的 美国的宪法拥护者跟爱戴者的象征 现在被联邦调查局说 这些是国内恐怖组织 我们就可以知道 FBI已经不是当初的调查局了 而是跟纳粹的SS一样 是一个独裁者可以随时使用 随时调动打击异己的组织 而且根据他们对于美国历史的 这些印记的看待 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是美国人 他们想要推翻的 想要打击的对象就是美国 跟美国宪法本身 FBI现在变成了所有美国人的敌人 FBI现在的身份就是独裁者的 秘密警察跟特务 跟纳粹时期还有苏联时期的特务一样 就同样的职责 我们在电视里还有电影里面看到 就是FBI好像都是穿着什么Tactical Gear 然后冲进去这些东西 就是防护的那些 对对对 然后他们其实都不是FBI的一部分 他们都是退伍军人 然后被hire的 所以他们是FBI雇的人 那这些人不算是FBI的人 对对对 临时雇员 对像FBI叫这些人去抄川普他家 那做决定的人都是什么 穿西装打扁带啊 然后呢就戴个眼镜啊 文员 对对对对对 然后这些在执行这些任务的 大部分都是hire过来的这些人 都是雇的 对那左派啊 那他们这么做的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 川普现在只是一个普通公民而已 他只是一个非常大概率要竞选2024年 总统的一个公民而已啊 他们为什么要这么针对川普呢 像很多人 我们有很多事儿嘛 现在也都不了了之了 而且其实尽力的往下压 他们都不去查 比如像亨特拜登的事情 对不对 还有什么希腊蕊克林顿 克林顿家族那件事 怎么都没有人去查 包括埃坡斯坦 这都非常奇怪 为什么没有人去查呢 都非常奇怪 因为有相当多的证据出来了 就是像说亨特拜登 的确就是有跟乌克兰 跟中国大陆之间有间谍关系 而且拜登是知道 他跟中国共产党的商业 是有往来的 然后发生什么事情 而且还是拜登出面 帮他跟中共谈判解决的 而且他电脑里面有很多就是 跨州卖营的妓女 好像也有跨国啦 好像有几个跟俄罗斯的那个 还有中国的那个幼女 然后还有大量吸食毒品 跟未成年的少女有性交易 还有非法持有枪支 因为他有各式各样的前科 他就不应该有枪 这是美国法律规定的 那有各式各样的间谍活动 但是他并没有被FBI检查 爱波斯坦 他的恋童癖倒 也没有被抄家 FBI也没有进去找什么证据 他们的确是把Jeffrey Epstein 抓来了 但是FBI没有调查任何东西 而且这个人还无缘无故的 畏罪自杀了 为什么没有调查 谁去了恋童癖倒 去了几次 因为那个岛上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其中一个就是包括大名鼎鼎的 柯林顿夫妇 那跟柯林顿夫妇有关系的 而且被自杀的人目前超过了五十几个 太多了 太多了 而且全部都是被自杀 你这是说谁信吗 这些人全部都是跟柯林顿夫妇有商业关系 或是朋友关系 或是政治关系的 这些人全部都死于非命 例如像说Victor Reiser II 柯林顿当时的国税局局长 在1992年的时候 他跟他儿子一起坠机 还有Mary Mohane 一个白宫的实习生 1997年的时候 在星巴克 无缘无故被枪打死 还有Vincent Foster 白宫警署的警长 1993年的时候 被刑刑事的猝使 就打得从嘴巴这边打进去 结果厌尸报告出来说是自杀 还有Seth Rich民主党党部的员工 也可能是Wikileak的其中一个吹哨者 2016的时候也被枪杀 还有Christopher Sine 还有Javel Moyes 种种加起来超过50个人 这么值得怀疑跟调查的事情 FBI从来就没有提过 外加上最应该被调查的人 OK 就是之前跟中国间谍方方睡觉的 这个Eric Swalwell 他都跟中国间谍睡觉了 但是他也没被FBI调查或是抄家 而且他现在还在绑管 对 没错 这事就没人再提了 No one care 各式各样的疑点 只要是民主党就没事 就是右派的阴谋论 但是只要共和党的人 或是保守派做什么事情 Rudy Giuliani被抄家 Steve Bannon被抄家 被逮捕 现在连川普本人 都随便找一个理由抄家 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组织 在做一些很可怕的事情 你会很难想到说 突然有一天什么FBI 就带一群人 莫名其妙就跑去给人家抄家了 然后随便找了个什么理由 说你当时从白宫走的时候 你有一些东西没拿回来啊 前总统 对 前总统 然后他们还能做出这样的事情 那川普他们家的人也说了 说我们 你问我们要什么 我们都给呀 问题是你们都没来要啊 你都没来找我们 你来找我们肯定配合呀 你都没来要 你就直接带一些人来了 你这是什么意思 对吧 川普昨天呢 就在他的家被洗劫了之后 他就发出了一则影片 那这个影片呢 被左派的媒体称为 叫做Campaign Style Video 这个意思就是说呢 是竞选风格的影片 那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 我们是一个国家在编程中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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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程中 我们是一个国家的编程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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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一个国家 that in many ways has become a joke 相同的编程中的编程中的编程中 我们没堆载上的编程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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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ssential and even a little chance because we are Americans and Americans kneel to God and God alone and it is time to start talking about greatness for our country again 其实还蛮难过的那个影片 就是也不是难过 就是 就是很多emotion的这个东西在里面 对 然后刚好就是这一天 就刚好是在他家发生这个事的这一天 然后他发这样的影片 因为我非常佩服川普的 就是他不管他遇到什么样的危险 他依然就是做他要做的事情 他不会对任何人妥协 不管谁威胁他什么 他该说什么就是说什么 该做什么就是做什么 他不会向这个世界妥协 他也不会向那一群人妥协 哪怕现在这一群人 使用这种手段来对付他 他也没有丝毫的畏惧 那我们都看到说在美国现今的社会 基督徒的比例就是在急剧下降 因为我们接收了好多好多的外来移民 但是在这个时候 基督徒没有大范围的去给他们传福音 没有大范围的让他们明白 为什么美国是一个好的国家 我们是怎么maintain这个国家的 没有人告诉他们这些事情 而且在这个中间夹杂了 尤其是互联网发展之后 很多更是敌基督的这些东西 还有信仰全部都进到美国里面来 但是在美国的基督徒没有起到任何的防范 所以我们就看到基督徒的比例 在整个美国社会里面是大幅度的下降 而且基督信仰跟价值观 现在得不到大众的认可 甚至被恨恶 你如果说堕胎是杀人 你看看你在网上发这个 有多少人来骂你吧 基督徒甚至被冠上了 说是国内恐怖分子这样的称号的时候 但是川普怎么样 他依旧勇敢的说 在刚才那个视频里面 他说美国只向一个人下跪 那就是上帝 他在这个时候 他还是敢提神 而且之前他遇到很大困难的时候 他手里面就是拿着圣经 很多人骂了说你作秀啊 我不需要在一个基督教价值观 堕落的社会里面 我还依旧承认说我是基督徒 他根本就不需要这样做 因为他如果要是博好感的话 他完全就可以说 我开放 我认为什么宗教都很好 对吧 你们伊斯兰教很棒 佛教很好 基督教也很好 天上有好多的神 他完全可以说这些 如果他要是要讨人的喜悦的话 但他不会 他没有做这些东西 之前也有观众给我们留言 大概是几个月以前了 说川普他其实应该不是基督徒 你们不要老说川普是基督徒 他为什么说他是基督徒呢 就是因为他要做总统 他要竞选 所以他说他自己是基督徒 他来夺取一些保守派的认同 来夺取一些基督徒的选票 只是这样子而已 这是他使用的一个政治手段 那更是有很多的人呢 尤其是基督徒啊 用他的性格来判断 说你看他说话的方式 他一点也不是一个基督徒的样子 他一点也不荣耀神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 他绝对是基督徒 而且他绝对是一个 非常坚定信仰的基督徒 为什么 没有人会把自己家人的生命 还有安危拿来开玩笑 没有人会为了这种所谓的正义 去愿意牺牲掉全家的人 他大可以找一个理由啊 我都八十了 我不做了 对不对 哪怕所有的穿粉 大家也都同意啊 就哎你年纪实在太大了 我们也不折磨你 你想不干 那你就不干 你就去退休吧 大家都会体谅的 但是他没有 他现在在做的事情 就是所有的基督徒 都应该去效法的事情 像我们现在采访很多候选人嘛 我们都会问这些候选人说 哎你是不是基督徒啊 这个你看看你信主的光景是怎么样 为什么我们要在意 为什么我们要问这些问题 因为如果一个人 他对于神没有坚定的信仰 哪怕你现在再正义 你查到说那个黑暗集团的 Deep State他们到底怎么怎么样 你不管对这些事情啊 你产生更多的气氛 但是到了那个环境里面 你这个东西总是会消失的 当你到了那些同流合污的 坏人的这些环境里面 人都是会变的 你的正义也是会变的 拜登以前年轻的时候说什么 说多才就是杀人呢 他非常坚定的站在那一个立场上面 时间长了 他在这个政治这些黑暗的这里面 他打滚打身长了 他妥协了 他改口了 他不说了 他不那么说了 人都是会变的 哪怕拜登他也是个天主教徒 但他对神他没有那么忠实的信仰 可能他曾经有 但是他现在是绝对没有 他现在做的就是撒旦要他做的事情 所以呢 对于很多这些像加州的这些参议员 众议员比总统都小很多的官 甚至都不是在联邦里面的 我们都会有这样的担心 就是说你到了加州 国会里面这样一个地方 你会不会受那些人的影响 你如果对神没有忠实的这样一个信仰的话 你到那会不会变 你会不会变成所谓的rino 或者所谓的一些什么坏人之类的东西 你会不会去跟他们做一样的事情 这些人我们都会担心 那总统他受到的诱惑 他受到这些威胁 岂不是更大吗 尤其是像川普这样的人 他明明白白的 他就说我就是跟你们这些人不一样 而且我要反你们的其道行之 他就是这样一个人 他受到的威胁不更大吗 但是他自己他不怕死亡的威胁 他也不怕他的家人 他的孩子全部暴露在这些美光灯之下 他敢于跟这些人去对抗 所以他一定是一个有着非常坚定信仰的人 因为从他参选到现在他没有变过 而且他会变得更坚定 或许他不是一个完美的人 他有的时候可能说话有些大嘴巴 或许有一些怎么怎么样 但是他敢做的这些事情 是那些指责他说话不好的人不敢去做的 他说的话是那些所谓的谦卑有理的基督徒 不敢去说的 川普今天的遭遇一点也不奇怪 因为世界就是恨恶属神的人 撒旦的爪牙恨恶他 所以他遭受了普通人都难以想象的攻击 基督徒呢 如果要是想要不遭受世界的恨恶啊 想要一生顺遂不遭受任何攻击 达到这个目的其实非常的简单 这里呢有两条路可供你选择 第一条就是你不要活出基督的生命 你可以继续忽略神给我们所有这些幕后使徒的呼召 你可以说这些都是世界的事情啊 我们不要管呢 说这个的同时把自己变成世界 无法用自己的生命去见证神的道 这是第一点你可以去逃避从世界来的 从撒旦来的攻击 那第二条就是你可以说自己是基督徒啊 你也可以朝常去教会里面聚会啊 但是你做的事情跟撒旦一起联手 就像佩洛西拜登这一类的人 他们公然的违反神的律法 他们扭曲神的道 他们设计陷害神的仆人 就好像犹大带人去捉拿耶稣一样的时候 他们做的这些事情 那这样的基督徒 他们当然不会受到世界的恨恶啊 因为撒旦是世界的王啊 他们得到了这个撒旦的肯定 得到了撒旦的喜悦 他们当然可以在世界上获得很多的钱和权利 但是如果要是做一个坚定的爱主的 愿意接受神呼召的基督徒 就一定要做好准备 像川普这样承担一些难以想象的攻击 但是越是这样的时候呢 我们越要抓紧身 我们越要更多的祷告 我们当然越要给川普的家庭有更多的祷告 因为他们遭受的攻击 是我们这些普通人难以想象的 我们要在这个时候 更加宣告说 让神做我们的避难所 做我们的山寨 做我们的磐石 美国不管遭受到什么样的攻击 我们不要现在的安逸 我们不要现在吃的好喝的好 而舍弃我们的永生 我们要的是 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我们都要坚守住神给我们的理念 我们都要坚守住圣经的价值观 这个是我们现在所有人都可以做到的事情 所以就是在美国怎么能够发生这种事情 这种事情现在在美国发生 到底代表着什么 有没有很多历史事件 我们可以去借鉴 这么多的历史事件只代表一件事 就是政府不断扩大是常态 就跟公司要试图成长 然后试图垄断市场一样 这个是人类的天性 也是政府绝对的方向 这样的事情在美国发生 其实一点都不意外 因为在每个国家都发生过 就连在圣经里面也发生过好几次 不管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 只要是人掌权了 而且他们没有神的律法的话 就会变成独裁 压迫然后清除异己的暴君 这表示第一个 我们要认清楚 就是我们跟所有的人一样 没有神的带领 没有神的律法 以我们自己行事的意念来行事的时候 我们会做出的事情 其实是跟一般的人没什么两样的 那这也同时代表了 美国正在处于一个道德沦丧 而且直线下坠的情况 经过这两百多年 美国变成了一个不是自由之地 也不是勇者之家的地方 我们不但辜负了建国国父为我们撒下的鲜血 我们也辜负了神给我们这个机会 用他的律法建造的国家 我们变得跟以色列人一样 抛弃神的爱 想要用人的方式来做事 就是会变得缺德 无耻 腐败 那这也是基督徒跟教会不断妥协的后果 或许教会很乐意去外面发食物给流浪汉 愿意去外面分享教会的资源 愿意办很多活动 叫很多人来教会 但是我们最没有做到的 就是跟自己的儿女传福音 最没有做到的就是让我们的下一代了解 而且认识神 导致他们被学校洗脑 会在大学被同学洗脑 教会里总是讲一些夫妻要如何沟通 孩子跟父母要如何沟通 男男女女要怎么相处 朋友背叛你的话 你要怎么原谅跟放下 而我们没有教导律法 没有解释律法 基督徒在外面宣传的爱 是没有律法的爱 还说只要有爱就好了 律法不重要 因为爱是所有诫命的总结 但是不知道 没有律法的爱就不是爱 没有道德真理传达出去的爱 就是一个一点用处都没有的溺爱 当我们只是口头上的爱 没有任何的真理 道德律法存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时候 我们就会变成一堆无法自我控制的动物 我们变得依赖 变得顺从 愿意把自己的自由交换成舒适的时候 就一定会有一个极权政府夺走我们所有的权力 甚至超我们的家 因为我们就是跟一群流浪动物中心里面的动物一样 我们需要被管理 需要被克制 因为川普他可以被这样对待 那就证明在美国的每一个人都有可能会被这样对待 如果我们要是得罪到他们 我们这里有一些什么东西是他们想要的话 这也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关注到政治上面 对吧 所谓的政治上面发生的一些事情 就比如说川普现在被抄家 或者是整个我们学校系统的 然后社会的这样一个堕落 全部基督徒要负直接的责任 很多人神学院毕业了 他也并没有从圣经里面得到 他应该学习到的价值观跟道德观 你问他耶稣什么时候在哪里行了第一个神迹 第一个神迹 第二个神迹 第三个神迹是什么 他完全都给你背出来 但是在那个背后的 所有的这些律法观 道德观 世界观 价值观 他没有一样是知道的 所以这些东西就是我们学 只是把这个东西当成知识 学下去了而已 只是把它当成了世界上任何 所有一本书一样的东西而已 在这里面最精髓 神要传递给我们 让我们传递给下一代的东西 没有人去研究 没有人能够搞得懂 所以就是我们 针对这种情况发生 我们要如何反击 这个是最重要的 因为我们不可能看到这一个国家 一个奉神明建立的国家 急速的堕落成这个样子 虽然可能之前的人 或者是基督徒 并没有意识到 这个事情的重要性 但是现在 这总是给我们敲响一个警钟吧 现在的基督徒 总是要站起来了吧 大家总是知道说 我们是肩负着 什么样的责任 而且我们肩负着这个责任 你不能随便大街上 拉一个人说 你也有责任 基督徒的责任 绝对是第一位的 而且我们是明白这些事情的 我们有圣经 神是直接把这个东西交给我们的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 我们要如何起来去反击 这些人继续侵蚀我们的社会 继续侵蚀我们的家庭 虽然发生的事情在佛州 离我们很远 但是我们看到今天发生这样的事情 就有可能看到我们明天 我们身上发生的事情 所以我们要怎么做来 避免这些事情 而且我们要怎么样做 把美国翻转成和神心意的 这样一个美国 我们AI News一直以来的立场都是 我们要反击 我们不能被动 我们要主动的攻击我们的敌人 而且非常明确的说 我们的敌人不是任何人 而就是人心中的撒旦 是人心中的撒旦 创造出来这样子庞大的政府 人心中的撒旦盖出来的巴别塔 之前有一个观众问了一个问题 就说现在问题这么 情况这么严重 我们能做什么 除了祷告以外 那我在这里再回答一次 我们能做的事情有非常多 只是我们要不要去做 第一个我们不要害怕 我们遇到不正确的事情 我们不可以妥协 遇到支持堕胎的人 我们要坚定的说 堕胎就是杀人 而且我们不可以杀人 遇到支持同婚的人 我们就要说婚姻就是一男一女 而且婚姻是一个信仰问题 不是政治 我们要勇敢的说出事实 第二个就是我们要去传福音 让人知道这个世界上是有律法的 是有对错的 人不是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 有一个更高的智慧 是我们必须要服从 还有了解的 而且要让更多的人了解 还有认识圣经 第三个就是 我们要在我们的教会建立榜样 我们要喝止 而且指责那些不探讨真理的牧师 我们要告诉这些牧师 他们在攻击耶稣的教会 他们在扭曲神的律法 教会不能再软弱下去 我们要跟拿单一样 指出来大卫的罪 而不是因为他是掌权者 我们就完全的顺服 而且对他们的错误教导 视而不见 第四个就是 我们要保护我们自己 跟我们的家人 我们要加强自己家人的凝聚力 道德观还有整体美德 做这个世界的严根光 我们自己跟家庭强壮 才可以影响到其他人 第五个就是 我们要加强我们自己的社群 很多人不敢说出实话 跟着左派随波逐流 不是因为他们真的坏 而是因为他们的生活 可能遭受威胁 说实话的话 可能会失去工作 可能会失去谋生的能力 我们要创业 我们要建立保守派的公司 让人不要再害怕 因为就算被左派公司开除 还是有其他公司 还有其他工作的 还有谋生的方式 总之就是 我们要加强我们自己 我们不能再软弱 而且帮助其他的人 也变得勇敢 也变得刚强 这个就是我们要做的 而且我们能做的 而且永远必须一直做的事情 对 就像我们之前的节目中 我们也给大家介绍过 很多保守派的企业 这个也是AI News 想要一直做的事情 就是说如果有的人 是因为政治的因素 被什么左派的公司开除了 我们是希望 我们可以建立这样一个社群 来接纳这样的人 因为我们在世界上生活 我们不需要被任何人压迫 哪怕你支持堕胎 我不支持堕胎 这不应该是开除一个人的理由 你支持同伙 我不支持同伙 这也不应该是 开除一个人的理由 所以我们是希望 要建立这样一个 文化的经济的一个圈子 让更多保守派的企业 加进来 然后我们说 这里就是神给你们提供的 一个避风港 你没有工作 你可以来到这些公司里面 来找工作 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反击 因为我们看起来 敌人很强大 如果要是把他们打倒 其实还蛮困难的吧 如果要是靠我们自己力量的话 所以就是我们 为什么要去反击呢 就是我们面对像FBI 这样的组织 如果是真的是什么 枪对枪 炮对炮的话 这样子的情况 简直就是以软及时 我们没有足够的力量 也没有足够的资源 来去面对美国 这个样子的国家机器 但是美国 还是目前世界上 最自由的国家 我们或许正在失去民主 我们或许已经失去法治 或许这个国家的共和 已经破灭了 但是这个国家还有圣经 还有一群基督徒 守护着神的律法 跟道德价值 还有一群基督徒 守护着真正的爱 我们抵抗暴政 唯一的方式 就是跟耶稣一样 用自己的生命 来去做给别人看 我们不要怕打压 不要怕压迫 我们不要怕死 因为我们知道 神是公义的神 我们要知道 我们现在就是在 启示录的时刻 美国或许会被这些 全球主义的阴谋集团 彻底推翻 但是我们不能放弃 我们要不断的祷告 不断的出去传福音 不断的拯救更多人 让更多的人认识耶稣 因为只有这个样子 他们才可以得到自由 这个样子 我们才能有反击的能力 耶稣给我们的武器 就是福音 只有福音才能推翻暴政 就跟当时推翻罗马一样 FBI没有那么可怕 就跟耶稣说的一样 不要害怕能杀死你的 而是要害怕能杀死你灵魂的 我们不怕 而且要反击的原因 就是因为神跟我们同在 而且这就是神给我们在这地上的任务 我们要看到 现在撒旦对于我们 在发起什么样的攻击 我们要对他攻击的那个点 产生更多的防护 而且产生更多的反攻击 所以这些是 不管是教导我们年轻人 还是现在教会里面的会友 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我们的圣经的价值观 还有神判断罪恶的标准 什么是好的 什么是不好的 然后基督徒在这个时候应该做什么 怎么作严 怎么作光 对 然后尤其是在 其中选举即将要到来的时候 我们会看到更大的震动 不光是川普会受到这些困难 所有的这些保守派 坚定爱神的人 撒旦的这个鼻子很灵的 他当然知道哪些人是真正 我们要为这些人 全部都来做遮盖的 这个工作 我们都要来给他们做祷告的工作 那当然我们的工作要继续的推进 不要被这些事情所吓到 教会这个时候更要点起一把火 更要站起来 更要做神给我们的呼召要做的事情 神一定在幕后给我们每个人都呼召的 只是看你要不要顺服 要不要去做 不要再忽略 教会要做正确的事情 教会有义务要教导 人有义务要服从神的命令 这个就是我们 我们不要推卸责任 我们不要妥协 这个是唯一可以传达圣经的方式 我们不要去把我们的自由 还有我们决定自己人生的能力 转换成舒适 川普就是这样子勇敢的 在去做这样的事情 对那我们接下来是要更多的祷告 而且我们要更多的参与到 社会的各类的活动里面去 更多的让人知道说 圣经的价值观到底在说什么 不要怕FBI 对不要怕FBI 不要怕政府 不要怕拜登 不用怕现在的压迫 We're going to be just fine 好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是Felicia 我是Ethan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了 拜拜 拜拜